风味人间甄选啤酒 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美的智慧集成厨房月家讨戏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贵阳成交 零下十八摄氏度的冷库内 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 猪肥肉 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 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四十分钟 五道工序十公斤肥肉 只能产出一公斤成品 这种口感滋味 类似猪油渣的食物 在贵阳被称为翠哨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 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 哨与扫同音 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 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 三十年前 丁东岳开始以制作翠哨为职业 时空流转间 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 最初的翠哨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 猪颈部的槽头肉 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 是当年贵阳人制作翠哨时选用的部位 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 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 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不过 偶尔嘴馋的时候 丁东岳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 精准剔除淋巴 留下风鱼的肉质 切成四厘米见方的小块 底油防止粘连 需要不间断翻搅 保证受热均匀 半小时后 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 但想要制成脆哨 这仅仅只是开始 九月 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 发酵制成米酒 淀粉在酶的作用下 转化为葡萄糖 甜美富裕 既可作为饮料 也能制作甜品 但在贵阳 它还有另一种用途 米酒中对入食盐和其他香料 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 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 十分钟后 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 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晾凉 脆哨表面完全风干 酥脆外壳 紧锁动物之香 咸鲜滋味 鱼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 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 即使简单凉拌 也能带来纯齿间的意外之气 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鱼质感 还根据原材料和质法加以细分 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 保留更多油脂的软烧搭配酸汤饭 发酱油脆哨与浓热浓烧 层次清晰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 汁炭烧烧之后 棉韵饱满 甚至猪肉也不是绍的边界 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 年近八旬的唐英翠 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 同样切肉成丁 调味炒制 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 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 鸡肉脂肪含量较低 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 旺油翻炒十分钟 鸡肉表皮微焦 风味物质浓缩集 党五辣椒 重香清辣 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 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 走地鸡的鲜美 党五娇的芳香 在红油中相逢 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制作已经接近尾声 但鸡哨最精妙的时刻 尚未来临 装弹油风至少一天 鸡肉更加入味 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 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 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 调味已经深入骨肉 丝丝入寇的味觉体验 就此呈现 在青岩古镇 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 鸡腊脚 在贵阳人的食谱里 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 鸡哨和翠哨的功能相仿 殊途同归 既不会宣宾夺主 也不会黯然失色 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 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小雨持续数日 鸡腊脚新鲜出坛 引来古镇游客驻足 但对于常驻于此的居民来说 日复一日 幽远的滋味 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 静静流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